大家好 我是虞超 今天是2019年4月27日 礼拜六 上一期节目我做的是死亡漫谈 谈了谈自己关于死亡的一些思考和一些实践 稍微出乎我意料的是 在这期节目下的留言,大家讨论的还是挺热烈的 我也觉得挺高兴的 因为在人生中 考虑生死 这是一个 十分基础的问题 你很多人生的这个 取向 你立身于何处和考虑这个问题是直接相关的 那么我觉得早些考虑这个问题,考虑的深入一些呢 对于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很大的提升 有一个朋友 他在我的这个节目下留言 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 如果下午我就死 那上午我何必再读书呢 如果 我两周以后就死 那此时此刻,余超你为什么 要再读那些 找工作的书,这不是完全没有用处吗 其实我很喜欢啊 听到这些 一问就问到根上的问题 因为这种高指量问题将引导我们 走向一个高指量的答案 而这个答案呢有可能为我们 迈向新的世界 打开我们的人生中的那扇门 那么我就 把这个问题呀贴到 我的频道社区中的这个 讨论列表里了 大家可以 在我的频道下找到这个社区 这是中文 英文的是community 点击它以后呢就可以进入这个大家在一起的这个讨论 发表意见 那么 我在 这个社区中就把这个问题贴出来,并且呢 问 朋友们说你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下面的回答呢有很多高准栏的回答,我在这期节目后边呢 我会去探讨这些回答 那么首先呢我就想 给出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就是说 我一周之后 两周之后就死了 现在我干嘛还要看找工作的书 下午我就死了 上午 我还读书有什么用呢 那么实际上我觉得有两样东西啊 一样 是这个你做一件事它的意义 另外一件事呢 是 我在某一个时刻必然会死这个必然性 死亡的必然性 你做一件事的意义呀 不是由你死亡的必然性来决定的 这就是我的回答 我再说的详细一点 就是我要做一件什么事情 它该做不该做 它对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它并不是由 一定会来的这个死亡,不管它什么时候来啊 来决定的 而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由你是谁来决定的 你是一个什么人,你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你如何看待你自己的人生 这个东西来决定了此时此刻 你是不是要做那件事情 所以 我就用这一句话来回答 那位朋友 但是呢 那位朋友他的问题 的确有他现实中的这个 这个 能够质疑的 内涵所在,对不对?因为你下午死了,你上午 还有什么书好看呢 你两个礼拜之后死了,你找工作是没有用的,你现在 读找工作的书,等于是 做无用工 那你怎么能说你这实践了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呢 那么我的回答是这样的 我去看书 去看找工作的书 和22岁23岁的 大学毕业生,他去看书找工作呀 他的内涵是不一样的 那么22岁23岁的 这个大学生 他去找工作呢 他去读书呢 我们可以说他就是为了谋食 仅仅是为了谋食,在社会上有一个立足之地,当然这也很重要了 但是我去 读这个书 的意义 和他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 经受了 中共的长久的迫害,而且是为了 我所认为的 正确的事,去付出了几乎我的一切 经历了那样的迫害 那么我去 读这个谋食的书 其 有两个根本的意义,第一个意义 就是从根本上否定 中共对我的迫害 就是说你对我的迫害是不对的 不管你打我打得多么狠 我余超还是能 用自己的两只脚站在这片土地上 腰杆挺直 昂首挺胸的站着 所以呢第1个意义呢 是否定中共的迫害 那么第2个意义是什么呢 第2个意义对我来说呀,是证明 法轮大法的修炼是对的 所以呢 我的读书啊 有这两个含义在 在这两个含义的这个意义上 我就会 读书,迟到我最后一口气 在监狱那种情况下 实际上呢 不仅是这个读书 谋识 就连我的外表啊 我认为也是对我这个修炼的一个 见证 同时呢 也是对这个 中共这个迫害的这么一个否定 因为我今天已经47岁了 大家看到我可能还是比较年轻哈,实际上在 生活中如果你见到我真人的话,我会比在电视上啊这样更年轻一些 那么所有的这些呢 都是我用整个生命 来否定中共的迫害和证实 法轮大法修炼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内涵 所以呢 这些东西 我就用这样的实践呢 来去这个 实践我的人生 那么当然了就是我去读书啊,去这个学习啊 也有它这个效用层面的这个意义在啊,就是它 使得我 这个比如说英语没有落下太多 然后呢在技能方面呢也是 积攒了就是使我不至于太狼狈的那些技能 但是最主要的呢 还是 我是谁 这样的一个外显 这样的一个体现 来决定你此次做事情的意义 而不是 由这个 在一段时间之外的死亡 它来决定 你这个事情的意义 那么就是在我那个讨论 群组里边有一位,我看一下啊 有一位叫这个 余力文 这个他可能姓 这个文也可能姓温 我姑且叫文先生吧 文先生他这个或者文女士吧 文君 文君他说的呢 这个 第一个回答和我这个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他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做这件事的意义呀 不是由死亡以及你死亡的距离来决定的 我认为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 详细的这个文先生呢 他怎么说的请大家再去看一下 我的那个社区 下边呢文先生就说了一个我没有说的 而且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他提到了呀 生死是一种幻象 我呢看到这个以后呢心中都不免一些这个惊喜,因为我就觉得 我的 这个 观众中的 朋友啊真是 高人很多 我觉得这个文先生啊说出了一个 可以说是大的秘密 就是生死都是幻象 在不同的这个 比如说心灵课程啊或者是什么一些这个课程里边啊 都提到这个生死是幻象 我想谈谈我的这个这个理解 这个死亡为什么会是幻象呢 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个人死了就是死了 实实在在的那个人死了 他怎么会是幻象呢 那么我谈谈我的理解啊 大家想过没有,死这个事情啊 死这个事实 他仅仅是对于 除死者之外的所有生者而言的 对除死者之外的所有生者来说 这个人死了 而这个死者怎么看待 在这些生者眼里的 这个死亡的事实呢 我们并不知道 我再说一遍 死亡这个事实 是对于除死者之外 所有生者 来说它是一个事实 而死者本身 如何看待 这些生者眼中啊 这个死亡的事实呢 我们并不知道 虽说我们不知道,但是呢 历史上很多的这些 贤者呀,圣人呀,佛陀呀 都 用非常明白的话告诉过我们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 或者是没注意 或者是我们自己遮蔽了自己的眼睛 比如说苏格拉底 在他面对雅典人的身边里 最后说的是什么呢 说我去死,你们去活,两条路哪条更好,只有神知道 这个话是非常有意思的 首先呢 他里边有两个 两个 潜在的未曾言明的 被苏格拉底认为是事实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他死了以后是有知觉的 这是起义 他说哪条路更好 死的那条路更好和不更好,首先是你在死后你有知觉才知道他好不好 对不对 其次还有一个未曾言明的东西是什么呢,其实都言明了,就是我们后来的人就有意的 自己遮蔽自己,自己不让你看这么重要的东西 只有神知道,他认为神是存在的 这两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就谈一谈我对死亡的看法 仅仅是看法 不是事实,仅仅是我的用英文讲是opinion 就是一个观点一个看法,不是事实,我也不打算证明我这个观点,只是我是这么认为的 人在死亡的时候啊 对于周围所有的生者来说,虞超 死了 但是对于虞超来说呢 他可能 在死的那时候 真正的发现死亡根本就不存在 他发现他的 曾经 所 寄居在其中的那个身体可能躺在那了 但是真正的自己他却发现,哦,原来这才是我 原来这才是我 我认为这个就是死亡的真相 那么 类似的这个事呢,其实在这个约翰福音里啊 也曾经说过 约翰福音里这个说的是什么呢 原话 我也希望我能说的不错啊 In him was life And the life was the light of man 第一句呢,是说人的生命啊,是在神中 In him was life 是在神中 And the life was the light of man 而你真正的生命,是你人的那个光 在这个 基督教中啊,认为这个人的肉体啊,和生命是两个东西 你生命是神创造的,是老是存在的 而肉体可能有生有死 所以呢我就觉得 这位文君啊 他呢 在留言中提到生死是幻象 我认为是非常高明的一个说法,而且呢 我觉得他 揭示至少是提示了 一个非常大的秘密 既然他提示到了 我也就愿意分享 我对这个秘密的 一些想法 那么还有一个 一位李先生啊 在这个节目下面留言 他说呢,他很好奇说,于超你在狱里你觉得是 最有应得的人多呢 还是这个 遭受迫害的人多 我觉得首先来讲啊 所有被抓进去的这些这个 因为信仰因为良心被抓进去的 这些人呢都是遭受迫害的 当然也有一些这个 刑事犯罪的人呢或者是经济 经济罪名的人进去 那么谈论这些人的时候呢 我就要 就谈这个是 罪有应得 还是被迫害 这些前提呀 是是与非 罪与非罪的这个标准是清楚的 那么恰恰这个是与非的标准和罪与非罪的标准在当下的中国呢 是模糊的甚至是颠倒的 这个中国的整个司法体系呀 他 按照中共自己的话说是党的刀把子 所以他 要实践的并不是这个 正义 他实践的是一种 统治而这种统治我们作为观察者来说他是非正义的 所以在这个罪与非罪 正义与不正义的前提都不存在的情况下很难去探讨啊 在里面的人是罪有应得 还是说他是遭受迫害 孰因孰果或者互为因果 这都很难说了 就说你是因为坏才这样 还是因为这个不正义造成你坏 那么以前有一句话叫做遥顺之名可避乌而封 节奏之名可避乌而诛 避呀就是比 比叫的比 但是他 表示这个 挨个的时候呢 他似乎应该念避 我不记得我这个读音对不对啊我姑且就这么念吧 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遥顺治下的这个民众啊 你挨着屋的封赏 一个都不会封赏错 节奏之下的民众呢你挨个屋的去 砍头 一个也都不会砍错 这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清明的政治一个是 基于正义的统治啊 对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 腐败呢 是整个的这个统治加其中的人民一起都腐败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中国就是这么一个 节奏之民 可避乌而诛的这个情况 也有不少人在谈说这个中国人素质不行啊中国支拿人怎么怎么坏啊 其实 我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的看法啊 是这个 刚才说的遥顺和节奏 谁来统治 这是 他的关键因素 因为整个这样的民众是暴政有意塑造出来 这样道德沦丧的民众 以便于他统治的 所以呢 我们能否 通过自我教育、自我成长 使得呢 未来 瓦解 或者是 铲除这个暴政 成为 可能 这就变成了当下 每个人 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了 好 那么今天呢 我的节目先做到这里 下一期节目中呢我将继续探讨这次留言中有一个朋友问的 就说 现在这样一个 中国现在这样一个情况 我到底该怎么活着呀 我该怎么做人呢 那么刚才我这个节目最后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你作为节奏 之民 你不想 这个这个 道德腐化 你想在一个不正义的统治下 过一个尽量正义的生活 你该怎么做呢 这是我 下一期节目要讨论的 好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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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